大家好 我们是在官网为您看烂片的 HoloLong 排雷小分队 我是阿萌萌 我是赵崔崔 上期节目我们发出好招后 收到了很多粉丝的投稿 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 其中有人私信推荐了一部 美籍华裔导演拍的电影 我们一看发现 哇塞 那真的是收获满满 今天打工人就来交作业 齐篇共赏 Go Back To China 怎么从标题就开始骂街了呢 不过他们的港版官方一名 还蛮普通的叫 我的好爸爸 但电影一开头就自爆了 Why don't you just go back to China 这位自豪感满满的姐们就是我们的女主角 美丽国的美丽姐 她是个美籍华人 大学毕业一年了还没找到工作 但仍然每天穿金带银搞party 因为她有一个在中国深圳开玩剧场的爸爸 泰迪 没有冒犯狗的意思 她真的叫泰迪 我没有证据的 泰迪和美丽姐回中国帮家里做生意 美丽姐万般拒绝 最后被泰迪断了信用卡 才不情不愿回了中国 然后谈到美丽国的三观拯救泰迪的落后思想 迎来了大团圆结局 整个电影的故事其实挺老套的 没什么值得讲的 就是一个富家女如果不努力 就要回去继承万亿家产的励志故事嘛 我们想吐槽的主要是 影片对中国的描绘真的是满满的刻板印象 比如女主角一开始为啥拒绝回中国呢 因为她觉得只有北京和上海相对能看得上眼 深圳这种太落后了 具体怎么个落后法呢 深圳的朋友们坐稳了 梅丽姐一下飞机 先来了一段深圳城乡结合部的长镜头展示 各种脏乱茶 梅丽姐全程眉头紧锁一脸嫌弃 仿佛便秘了一个礼拜 她进泰迪的玩具厂工作 正好赶上玩具被客户嫌弃 太老太土不够潮 于是梅丽姐就说了 她们每天中央在中国的处理中处在街上 我都不争取那些设计的太平常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通常的 想像这样的新型设计的设计 怎么会这样做出新的新型设计的设计呢 小本浩你是否有很多朋友 她居然觉得深圳赶不上潮流 摆走了会变土 她不是针对深圳啊 她的意思是 在座的中国城市都很土 那她是要带设题士去美丽国市场调业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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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大手一挥 我们去香港 在那里才能了解到本季的潮流 哦 是吗 那她的意思是香港很洋气 是因为她不算中国 哼 小丫头骗子 还敢按错错玩港独呢 到了香港以后 美丽姐吃着汉堡一脸满足地说 我真的是受够了中国菜 作为一个吃后 我真的有被冒犯到 泰迪为了给她接风洗尘 做的那一大桌子中国菜 还比不上一个汉堡 也许人家American 就是觉得汉堡比较delicious呢 OK fine 那这个汉堡啥牌子呀 非要到香港才能吃到 我深圳是不是没有牌面 哎呦 这算什么 她之前就嫌弃过中国菜了 原因是深圳母有牛有果 真的 深圳的朋友们 我不拉你们 拔刀吧 别着急啊 她黑的可不止深圳 光泰迪的人设就黑了一大片 这个泰迪人如其名 已经离了三次婚 跟每个前妻都生了孩子 现在还有个22岁的小女友 发郎妹 发郎妹年轻轻 跟着个老头儿涂什么呀 当然不是涂她不洗澡啦 请注意 前方计划生育的有色眼镜 来了 这个就还黑了满意料之中呢 算是外国人能想到的 常见烂梗 哎 扣分 还有呢 美丽就到了深圳以后 发现看到外国影视剧 居然是艺术片 弄而摔了摇控器 就这些烂梗 我都懒得反过了 导演你拍的是 20年前的深圳嘛 没力气啊 你动动你美丽的手指头 随便打开一个视频网站 也能看英文原生影视剧啊 哎呀算了不要告诉她 让她接着美丽吧 我们继续来讲泰迪啊 泰迪有一个伟大的梦想 要建一个大大的房子 让自己的子女都住在里面 这个房子吧 一言难尽啊 是一座可以和东北澡堂的媲美的 罗马式建筑 极尽奢华正能事 甚至还装上了电梯 在整体像澡堂的基础上 它每个房间的风格还败花齐放 就像不同主题的KTV包房 这个瓷砖上贴裸女是什么操作 就算要体现泰迪 是一个有爆发护士审美的土大款 也不用这么浮夸吧 更离谱的是 在一大堆西式装潢里 忽然了个中式的会客厅 这个会客厅还在泰迪的卧室里 泰迪这个小老板不配拥有一套独立书房吗 哎呦喂啊 瞧瞧这个青花词 再瞧瞧这个白日衣衫间的对联 连美丽姐都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诶 你别说 泰迪的一系列操作 还真就蛮有这感觉的 比如他不停地唤老婆就算了 还不避讳地把孩子们都聚到一个家里 一家人就是要齐齐整整嘛 穿个鞋都要发廊妹跪下伺候 做事非常独裁 脾气还很暴躁 一言不合就骂人摔东西 家族观念很重啊 说真正的成就是 子称副业子孙万代有福 这家里是真的有皇位要继承的 这个皇位也是到处透露着导演兵具的小巧思 泰迪开的是玩具厂 美丽姐搞事业的大部分背景 都是流水线上的中国工人 就想加深中国是廉价的 世界代工厂的刻板影响呗 那玩具厂也该有搞脑力劳动的设计师吧 哎呀 有倒是有啦 但设计师都是菲律宾人 月薪还不到4000块钱 那工人就必须得更加的水深火热嘛 一天工资只有一百块 食堂饭菜巨难吃 说好的水果还取消了 这时候我们期待的白左如期而至 泰迪不和员工一起吃食堂啊 美丽姐却和底层工人打成一片 天天去食堂 作为一个在美丽国长大的人啊 她开始散发圣母光辉 帮工人要饭后水果福利 教育泰迪要关爱员工 得到的工人的热烈拥带 在美丽姐高高在上的资本主义光辉照耀下 泰迪被感化了 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对弱势群体剥削的行为是不对的 一一答应美丽姐的请求 帮工人要福利吧 其实还挺贴心的 但问题是 她自作主张换了玩具的材料 导致发生了事故 泰迪的玩具厂差一点要倒闭 她还指责泰迪因此扣工人的福利 等会儿 我们不是说帮工人要福利不对啊 关键是 美丽姐是不是没有意识到她刷的卡 她妈妈在美国住的豪宅 都是剥削出来的 一边花着泰迪剥削来的钱 一边教育泰迪 你不要剥削工人 就离谱 这不就是玩烂了的 美国圣母拯救世界的桥段吗 美丽姐感化了泰迪 愉快地带着泰迪的钱 飞回美丽国找新工作了 直到影片最后 导演还要再强调一下 美丽姐尊贵的美丽国身份 看完我有一种电影岁数 比我年纪还大的感觉啊 并不是哦 她去年三月才在美国的一个电影节首映 今年三月在美国正式登陆院线 可以说是灰长星了 那是不是导演是美国人 没有在中国生活过 被美美给忽悠权了呢 你说起导演我可就不困了 这部片子的导演和编剧是同一个人 叫丁一天 是在中国台湾出身的美籍华裔 她说这片是半自传电影 故事改编自她的真实经历和妇女关系 她说她家在中国大陆就有个玩具厂 具体在哪个城市没说 她爸的情势比皮里的太低还丰富 结果五次婚有六个孩子 大学毕业以后呢 他爸让他回中国帮忙 他就一直干到了30岁 才和洛杉矶追溯自己的电影梦 演美丽姐的演员是个YouTuber 拥有日本 美国 英国 阿尔兰 德国 法国 西班牙 菲林 八国混血 但偏偏就省着有中国血统 那为啥找他演华人呢 导演说因为他一看就是亚洲联 刻板印象又来了吧 这部电影是中美合拍 制作方分别是美国和香港两家 很小很小很小的小公司 预算也很低 第一天甚至还自掏腰包参与制作 剧本一出来身边的人就开始劝他 实在是太亚洲了 肯定没有商业价值 但他就非要拍 为什么这么纠相呢 因为亚洲啊 他说要是不能证明自己 他就要回去继续写那些不亚洲 但更有商业价值的东西了 就算赔本也要黑 也要拍的精神啊 太感人了 最后的结局也算在他意料之内 今年三月上映的时候 本来拍片率就很低 然后还疫情了 线上渠道也非常有限 所以总共也没几个美国人看过 但就这么几条评论啊 还有好些人表示根本不行 我们给大家随便念几条哈 很显然导演有反华偏见 对中国的描述非常不准确 我就想问导演一个问题啊 你上次去深圳是什么时候了 电影里所有中国的场景都缺乏真实性 就好像是在影城外景里拍的 还忘了喊全野 哦哼 翻车啦 费劲巴拉的搞中国刻板印象 中国市场嘛肯定是放弃了 没想到美国人也不吃你这一套 只能说导演上次来中国帮他爸 可能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还以为中国是电影的样子呢 噓 不要叫醒他 就让他这么以为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希望我们吐槽的烂剧 欢迎在弹幕评论和私信里面告诉我们哦 也许你的私藏爱剧 就会成为我们下期节目的主角哦 记得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别走 节目最后帮同事带个货 消害一下的主讲人王霄和B站合作立门付费可真 叫美国背面研究 现在还有限时六折优惠 对美国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你这里有个阳心房就好了 你这里有个阳心房就好了 你这有一个阳心房就好 你这里有个阳心房就好